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天氣很好 先來看看戶外物品 我們會帶大家看一個項目叫Savoy 在溫哥華西區很近女王公園 這條是Camby 26-27階的地產 尺寸會在我的右邊 其實這邊也是東邊 所以將來的建築會是東西朝向 是一個 condo 建築分兩排 近我這陣子將會是一個 condo 建築 後面還有幾間 townhouse townhouse對著後巷會比較靜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建築 向著西邊方向會比較重 這裏是Camby街 它總共是六線行車 中間夾了一個很闊的草坪位 會有幾棵大樹 這裏都有些大樹 所以將來這個建築向西邊看出來 主要是看上去對面暫時還沒有高升 還沒有像那邊的 然後你會聽到比較多是這三條線的聲音 隔離草坪 再過去的那幾條線的車聲 我現在的位置聽不到 再往前走一點 幾分鐘的路程 便會去到 King Edward Sky Train 站 Camby 及 King Edward 的區域 會有 Sky Train 配套 亦會有小型的店舖 例如 Tim Hortons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吃的 Sushi Ton Ton 是吃日本的 還有其他銀行各方面的配套 現在轉進來 這裏都是樹長包圍著 大家可以看到附近 King Edward 站 Camby 也有很多比較新的 High Rise 即是在路邊的舊屋上建了 High Rise 住在不同的座位 它都會是比較 Low Rise 的建築 不會建成 Marine Gateway 或 W68 等 60層 十多層 通常都是 6 層 但這裏都是 Concrete 建築 我們現在走進來之後 便進去 Backing Link 了 今天好舒服 今天有太陽 但又不像之前 Heat Wave 那麼熱 我們現在走進來了 看看你住在多少樓 如果你是一樓 二樓 便會多一點對著街 3 4 5 6 開始 上面已經看了很多樹景 看出去其實都是 private 然後這一邊 後面那條 Townhouse 的話 大家便會對著這邊的 Backing Link 這五間 Townhouse 的話 你會看著這些樹 這裏都是一條 Backing Link 的 Street 然後這裏有些欄杆 如果你是居住在 Townhouse 便會在這裏 實地看過便會是這樣的情況 我現在就 Cross Over Canby 前面這個 King Edward 向前一點 都有些店舖 食物各方面都有的 Sky Train 站就在這裏 就是 Canby 一直向北邊 就會見到 Down Town 有些少許 Down Town 還有會有些北方雪山的景色 其實 King Edward 這邊 有很多不同的 Project 剛才我們說的 Savoy 只是其中一個 這裏還有 Autograph 之前好像我記得有朋友 Featured Voice 有很多不同的新建築 包括 Savoy 的 Site 前面 都會有一個 所以大家可以做不同的選擇 如果我們來 Model 這邊看一看 其實我現在站在這裏 就是 Canby Street 所以我這邊 這裏的 Unit 看出來 就是西邊 會向著 Canby 另外裡面那一堆 就會是內街 內街就是向著東邊 會安靜一點 也未必有西斜 後面就看著 Backing Link 獨立屋 中間有一條 大家常常可以走的 Pathway 見到 Parking 其實會在這裏 即是大家如果住在這個Corno Building 或者這裏的 Townhouse 你也是回來 Backing Link 泊車 然後就在這裏出來 去回自己的 Townhouse Union 或者去回主建築 我們看看 其實大家看到 這個建築總共有六層 頭一 二 三 四 下面都主要是一房多 然後四個 Corner 分別是四個不同的兩房 去到上面就是 Penthouse 和 Penthouse 上面這裏主要是兩房和三房 這一塊 整個都是 Townhouse 不同的 Townhouse Unit 我們可以看看 Townhouse 的話 先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Project 有五個 Townhouse 價位 你會買到兩百萬樓下 我們可以看看 Townhouse的計劃 這一塊是一塊 Main Building 旁邊是 Townhouse Building 中間是大家的 Common Area 旁邊的位置 這邊向東 這裡五間 Townhouse 我們看看這一間 它是一個兩房或三房的選擇 為什麼呢 它分為兩層樓 需要三間房 就是樓上兩間 然後 Ground Area 一間房就在這個後面 全部都有窗 上面是兩個套房 樓梯位在這裡 這邊一間房 Walk in Closet 洗手間 這邊有個墊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套房 下面就是 Kitchen Dining Living Room 這裡會比較迫劫 如果你說其實我要這個尺寸 但是我又想兩房就夠了 不需要那麼多間房 你就可以保留上面 下面就把你的Living Space Kitchen Space Lightroom 你就會有試正的廚房 就說飯廳和Living Room的位置 就是這兩個差別 這個Townhouse的房間 大概是180萬樓下 一房的話 我已經觀察過 職序試正的性價比比較高 是這個11號 Plant L 其實整個建築 它只有3個 411 311 211而已 這個房間為什麼說它比較試正呢 尺寸不是很大 剛剛貼近500呎494 但它方方正正沒有浪費 進來就有廚房 Living Room 價位大概是75萬樓下 你就會買到 不過因為數目比較少 所以可能要拿緊一點時間 但如果大家說 其實我有個大一點的預算 但我也是可能兩夫妻住的 或者帶一個小朋友過來住住 隔離這些房就會大一點 這些去到6、8、70多呎的一房 大家會看到面積大很多 這個積很相似 不過拉長了 所以所有的空間都會大了 包括房間 但這些積積就會到接近90萬 兩房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的 其實是樓上的兩房 因為採光的問題 好像樓上502 這個兩房的話 它會是比較大的尺寸 1,190多呎的 這隻 你的客廳位會有個階段窗進來 你會比較光亮 還有有市井、廚房、飯廳、客廳位 也有比較大的露台 這裡多個窗 北邊有多一點 國東北邊 220萬左右 當然樓下也有其他不同的兩房 Fall Pan有很多種 很難一日跟大家分享 我們再分享 我們去看看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去看這個show home 就是一個三房的 Paint House Unit的show home 所以大家看到有些 Feature 如果你買兩房一房的話 是未必有的 例如雪櫃 當然兩房一樓都有雪� 不過不是這個尺寸 這個是36吋雙門雪�牌 但不是這個尺寸 這個是36吋雙門雪�牌 牌子是MIRR 兩房或一房都會是MIRR的雪櫃 不過是單門 兩房是30吋 一房是24吋 你看到其他的電子設備 例如這個爐頭都是MIRR的雪櫃 如果去到一房的話都會是MIRR的雪櫃 不過是單門 兩房是30吋 一房是24吋 你看到其他的電子設備 例如這個爐頭都是MIRR的 抽油煙機都是MIRR的 如果去到一房的話就會小一點 24吋 都是GAS爐頭的 管理費大約5毫一呎 就會包上GAS和冷暖氣 然後看看焗爐的組合 焗爐的話都會是MIRR的牌子 微波爐如果去到兩房一房就會變成Panasonic 就不再是MIRR的微波爐 當然大家看到這個擺位都是限於這個職位 如果買的是其他Fall Pan就未必是這樣的設定 大家看到去做的Island 會有做了石櫻檯面 還有包邊Waterfloor兩邊 這裡和那邊都有 然後這邊都是三房Pan House 會有酒櫃 兩房樓下就沒有了 是雙升盤的設定 這也是可以拔出來的水龍頭 可以坐到三個人的廚島 然後洗碗碟機的牌子都是MIRR的 這個是可以拔出來的轉盤 很實淨那一隻 這個和大家也見過很多次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櫃桶 上面這一層櫃桶裡面還有櫃桶 這個地圖是上面的 這個櫃底也有LED燈 看看裡面的儲物空間 看看這裡 好了 我們看完廚房之後就可以看了 這個職位前面有分客廳範圍 還有dining room的area 我們可以去到房間看看 主人房的話 主人房的話 它的櫃桶上面有寫了 有些是Q有些是King 如果是King可以放到King size Q就小一點是Queen size bag 有些房間出去會有露台 窗會分上下 通常下面那隻可以開 然後露台出來 可以看一看 這是假露台 大家不太興奮 我們看完主人房看看衣櫃和洗手間 這個設定是兩邊的衣櫃 大家可以看見 它有包含這些組織 不知道為什麼 吸得很小 這邊下面 這個還在做 擋板 你的鞋子不會飛出來 兩邊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然後洗手間進來 整個洗手間所有的牆壁都鋪了磚 現在看到 五層 左邊開始 這裡就是浴缸位 有個櫃可以放浮浴爐 然後這邊鋪了磚 地板也是磚 這裡是雙面盆 中間有放東西的空間 也有插鬚 櫃桶 這裡是兩格 大家打開 跟剛才的廚櫃很相似 這兩格是假的 其實是面盆 下面才是住室空間 所以有一二三四格櫃桶 上面有兩個大的 面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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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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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QE Park 在Savore那個建築 當然走到這個位置需要多一點時間 但是QE Park很大 所以從Savore走到QE Park的某一刻 就會很快 5至7分鐘可以進去 現在我們走到QE Park 比較中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花園 在旁邊 尤其現在這個季節 就是Summer Time剛剛開始 有很多植物 很漂亮 其實這個後面是一個餐廳 Season Center Park 就是QE Park裏面的餐廳 而且本身QE Park 即旅行公園 已經是整個溫哥華 基本上最高的一點 裡面也有高高低低的 大家看到有上斜有落斜 餐廳的位置也算是偏高 在旁邊走過去 就是Conservatory 就是最高的 我們稍後也會上去看看 這間餐廳我已經計劃了 下次我會去吃 以及會進去 帶大家看看裡面的環境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那裡 可以看到公園 甚至是看到單灘和雪山景 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但是下次跟大家去逛逛 另外QE Park 其實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逛逛 而且最重要是 它不算太多人 我想六天會比較多 我們今天走一個 可能走一條小徑 你也不會看到很多人 人前人後 就會是挺舒適的 我和機仔現在來到夏天 覺得很開心 因為天氣好很多 而且沒有那麼冷 也想跟大家去探索 多一些不同的地方 不行 我講不到的 救命我們走橋底 我們想著 接下來除了很多樓盤 之前拍來拍去 每一條片都是樓盤 拍到我自己都有點悶 最近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反映說他們很多都是新移民 或是未來過 在想溫哥華到底是怎樣的 加拿大好不好住 所以我們也會拍多一些生活旅行 或是帶大家去不同的餐廳 吃東西 知道有些物價 希望可以多方面分享一下溫哥華 讓大家帶來多一些分享 多一些資訊 最重要是幫到大家 然後用來拍攝 また用來拍攝 的事 有記憶 快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跑啊 我跑不了这个鞋 好啊 在哪里鞋太斯文了 要换对球鞋 我们现在又走回 不是拖鞋 不是拖鞋吗 OKOK 六脚跟拖鞋 还是除了口罩 你喜欢 暗窗照相 你喜欢 你不是摘起头发吗 又摘起头发 摘起头发 摘起头发很明显 当然不是 你一头发遮擦整个臉 的程度看得不错 摘起头发就能看到你的颗 耳朵 这些 摘起头发 这个 摘起头 摘起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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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